记者黄书丽云林报道 古坑华山咖啡园区今天凌晨发生一部自小客车掉落大湖口洗床意外 警、消防货报前往在团及溪流中救出驾驶 男子送医已无大碍 因称自己无力吹酒侧气 警方强制抽血缓算酒侧值高达1.055 东南警方、古坑消防分队今天凌晨0点多左右分别接获民众报案 指古坑华山大湖桥有自小客车掉落大湖口膝床 由于昨天下午山区降下大雨溪水突然急 消防队员或报前往将受困车内的驾驶救出送台大云林分院急救 警方表示陈姓驾驶被救出满身就位 清醒后对远警询问都不回答 要求酒侧陈男却又说无力吹酒侧气 由于男子已肇事 警方请医院帮忙抽血检测 换算酒侧值高达1.005 据指出陈男昨天晚上在山上与有人喝酒后 独自驾车要返回豆六住处 行经大湖桥前转弯处已因车速太快 加上不胜酒力 冲入大湖膝口膝床里 警却后依公共危险罪险送办 警方表示